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學期從開學到目前為止 我們慢慢的把基督教 跟在古代時期的幾個互動面向 逐步跟大家介紹 我們前面談到他本身 怎麼從猶太教的傳統發展出來 然後慢慢走出自己的一個制度跟傳統 特別提到他跟猶太教中間 那種很微妙的互動關係 後來我們也慢慢進入到 基督教跟希臘羅馬文化的互動模式 那在文化模式裡面我們很清楚看到 這個基督教的傳播 必須要藉助文化作為一個存在體 這中間有很多是相符合的 作為文化的象徵來傳達一個 宗教的觀念 但當然也有一些內在的觀念的衝突 那慢慢的基督教自己也發展出他的組織模式 那特別是他一開始是比較以一種小型的 親密的網絡的方式在傳播 我們慢慢再介紹這個部分 那到了其中考前我們談到他 怎麼樣發展出自己的一些倫理的實踐方式 那噴到一些相當有爭議性的議題 那譬如奴隸制度 他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比較具有 結構性的問題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雖然他又努力要帶來一種 人道主義的精神 不過後來我們看到 因為他並沒有直接去挑戰 這個制度性的問題 也造成後來在後期的基督教歷史 這個奴隸貿易這件事情 成為基督教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今天我們要進入一個面向 就是我們在導論的時候 提到很重要的面向 就是這個政治的面向 政治的面向 那我在講義的前言有提到 這個有點帶有兩面性的一個概念 就是Pax Romana 羅馬的和平這個概念 那如果我們先看講義的第三小點 我有提到這個Pax Romana 這個羅馬和平 其實提供一個非常好的物質性的基礎 讓基督教可以很有效的傳播 那這個甚至在基督教的 早期的思想家裡面 他們很喜歡用一個概念來談這樣的一個 一個合作的關係 他們把它稱作是一個Kairos 那就是我們一般把它翻作契機 契機 就是一個很適當的時刻的意思 是一個非常適當適切的一個時機或時刻的意思 那意思是說 基督教在這個時刻開始成長發展 好像有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是一種契機 那這個契機 就是在我的第三小點這邊提到的 就是那個時候是 至少在地中海世界而言 是有史以來最平和的一個時期 那所謂Pax Romana也是在談這個 是一個太平盛世 那條條道路通羅馬 這個交通非常的方便 行政系統也非常的穩定 語言上在東羅馬帝國你使用希臘文 在西羅馬帝國使用拉丁文 那非常容易就能夠傳播你所要傳達的信息 那羅馬帝國本身這個法律體制 他自己認為是一個法治非常成功的一個行政體制 所以羅馬法後來慢慢的被累積蒐集 這查斯丁尼法典非常有名的 就把那個羅馬法的精神試圖要保存下來 藉著這個羅馬法所建構的一個羅馬的行政體制 從中央到地方 這個體制其實後來我們發現 基督教慢慢的合法化以後 他就跟這個行政體制有一個非常密切結合的關係 他好像借用這個羅馬的行政體制 來建構一個基督教的教會體制 那這個到中世紀我們很清楚就看到 基督教跟帝國的制度就結合在一起了 就結合在一起了 我們等一下第二節課 會看一部BBC的影片的第二部 他就談到這個基督教怎麼樣跟權力慢慢的結合 那形塑一個非常中央極權化的一個基督教體制 這當然指的比較是西方的基督教 也就是今天我們俗稱的羅馬教廷 這樣的一個拉丁化的教會系統 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羅馬和平這個概念是比較是正面的概念 它代表的是一種有力的宣傳跟發展的環境 但另一方面羅馬和平這個概念背後 現在越來越多人對它有一個批判性的 一種的認知跟分析 羅馬和平其實是建立在一個 軍事帝國的本質下的和平 它雖然稱為和平 這個和平本身是藉助軍事 藉助武力 藉助一種經濟的掌控所建構起來的 那今天 Empire這個字 帝國這個字慢慢的被賦予新的意涵 那這個特別我們今天 活在今天這個時代 很容易就能夠想像帝國帶來的一種衝擊 那在這個當時候基督教所生活的這個羅馬世界 也是一個可以說是人類史上第一個 最有效統治的一個帝國 所以我在第一小點裡面做了一個小小的整理 當時候羅馬帝國浮原最大的時候 從西邊的大西洋到東邊的又發拉底河 就是兩河流域 北邊大概基本上是以萊茵河跟多瑙河 作為北邊的邊界 這個我們上次看了一部影片 那個Discovery影片他用很有趣的 用這個飲食的文化在表達 就是說這個是喝紅酒的文化 沒有跨過那個 沒有跨過到喝啤酒的文化這樣子 北邊就是熱慢人的文化 他們是喝啤酒的 是用麥子作為主要的作物的 南邊他們是種葡萄 用橄欖油在做調理食物的 北邊的則開始是用奶油 這個很有趣是一個 也不同的食物文化的界線 南邊一直跨過地中海到北非的加太基 整個加太基是羅馬最重要的殖民地 所以南部大概用沙哈拉沙漠作為界線 所以這樣大的一個羅馬帝國的體制裡面 為了要維持和平 我們看到這個帝國就沿著防線邊緣 派駐了20個到30個不等的軍團 這個前後期數目不一定 一個軍團大概是6000人左右 有的大一點 有的小一點 所以羅馬的這個軍人 就是說職業軍人 有專業技術的職業軍人 總數大概15到18萬左右 另外為了必要 有時候要去徵伐其他的國家 有的時候是為了內部的叛亂 也會去徵召自願兵 從各行省那些平民當中 去徵召自願軍來投入到軍隊裡面 那我跨湖裡面有提到 後期發展出一個概念就是 如果你擔任自願軍超過25年的話 你雖然本來沒有公民權可以獲得公民權 所以也有學者認為 我們上次提到介紹保羅這個人 說保羅為什麼有公民權 也有學者主張 可能他的爸爸當年 有參加過這樣的自願軍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因為羅馬這個交通的便利 所以這些軍團可以快速的移動 用這種方式來維持整個 羅馬的內部的一個安全跟安定的狀態 那所以這個legion 這個希臘文說legion 這個legion 就是一個羅馬軍團的概念 這個軍團其實是設備精良 那羅馬人非常厲害去跟別人打仗 會把別人的軍事技巧 軍事的那種先進的設備 把他們學習過來 自己把它整合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在研究這個不同的legion的 就會發現說他有很多的作戰模式 他們有的時候是方正的 也有一種是多面向的 他們有不同的軍事技巧 軍事的戰法 然後這些軍團各有所屬 各有所屬 譬如這個第九軍團 他就是Hispana 西班牙人為主的 那有這個第二軍團是Augusta 這就是只屬於Gaisa的 只屬於皇帝的 不同的軍團有不同的傳統 不同的歷史背景 那這樣的一個軍事帝國 慢慢的讓研究耶穌運動的人 發展出一個非常有趣的 慢慢在做一種的連結 那我這邊特別跟大家介紹 美國麻州大學的一位學者 Richard Horsley Horsley大概是研究這個帝國本質 最有名的一位學者 當代最有名的學者 他寫了非常多的書 我這邊選了一些他代表性的作品 給大家做參考 他早期是研究社會學跟耶穌運動的關係 試圖要研究耶穌這個運動 在宗教社會學概念上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那他指出耶穌這個運動 其實是特別去關注到社會邊緣人的運動 那跟帝國的那個權力 一直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 那後來他也寫了一本 研究加利利地區的歷史跟政治的處境 發現加利利這個地方 也就是耶穌活動的主要領域 是一個政治情勢非常複雜的地方 常常發生民變 發生這個政治的這種反抗運動 那後來他就開始研究耶穌跟這個權力的關係 那他發現他的結論當然簡單講 就是耶穌主張的是一種非暴力的宗教運動 這種非暴力的運動基本上是對軍事化的政權是有挑戰的 對這個靠著軍事武力 在用有時候非常殘酷的方式來鎮壓人民的這個政權 他是帶有批判性的 所以他寫了好幾本書都在談這樣的主題 耶穌跟這個暴力的循環 這個spiral of violence 你以暴自暴只有製造更多的暴力 暴力是永無止盡的一種階梯或是循環 階梯的概念當然是說暴力會升高 越來越升高 循環就是永遠不會停止 因為你用暴力壓迫暴力 被壓迫的又起來抗暴 那抗暴再被鎮壓 這就是一個永無止盡的循環的暴力 後來他最後一本就談到這個 耶穌跟帝國的關係 這個帝國關係 我們等一下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那他後來也研究保羅 那更有趣了 保羅這個跟耶穌不一樣 保羅跟羅馬帝國的關係更密切了 耶穌比較算是一個自己本身也很像是一個社會邊緣人 耶穌比較像是一個在那種鄉村遊走巡迴的一個宗教人物 保羅不一樣 保羅自己是生活在大都市裡面 他自己擁有這種羅馬最好的教育 受這種羅馬的權力的保護的 那保羅怎麼樣看待這個權力 跟耶穌似乎就不完全一樣 保羅在他寫給羅馬 羅馬教會的書信裡面就提到 基督徒應該要尊重這個在上位者 在權力位置的基督徒應該要尊重他們 要盡可能的順服他們 順服這個政治權威 這個保羅很明顯在政治觀點上 跟耶穌作為一個社會運動者好像不太一樣 那最重要的我們看到這個Hosley的研究 他指出這個Pax Romana 所謂的Pax Romana 羅馬和平 我們不要太快被和平這個概念給誤導了 這個羅馬和平基本上是一個非常 建構在一種掌握權力 把經濟 軍事 政治 全部集中在一種中央集權模式的一個權力 那早期的所謂的羅馬七賢軍 他們的歷史大概公元前27年到公元193年左右 這個是羅馬所謂的最黃金時代 也是這個時代被稱為Pax Romana 可是這樣的一個Pax Romana很明顯的 它是建構在用權力來維持的和平的概念上面的 所以有的人就我看到一張得獎的相片 就是這個Pax Romana 左邊這張相片 他就說後面看到很繁榮的一種和平的景象 很多人生活在一種很繁榮的生活 享受一種的現代化的生活 其實它是建構在很多很多的死亡 跟暴力的這種傷害的基礎上面的 所以Pax Romana給人的這種概念 它是和平 但是和平是建立在軍事跟權力的武力之上的 那相對的後來的羅馬天主教會裡面 我們今天等一下第二節的課看的影片裡面 非常有意思的是 羅馬的基督教會後來慢慢發展出一種 相對於權力架構的另外一種的另類的組織 就是修道院的運動 修道院的運動 那這個修道院運動裡面就發展出這個概念 叫做Pax Christi Pax Christi就是基督的和平的概念 Pax當然就是peace 那剛剛Pax Romana是peace of Rome Pax Christi就是peace of Christ 基督的和平 那基督的和平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 普世的一個和平運動 你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每一個國家裡面都有這種Pax Christi的運動 它基本上是一種 我們稱為和平的非暴力的國際服務組織 國際和平組織 到全世界各地方做社會服務 關心這些需要的人 它特別帶動青年的一種的服務的運動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我們如果看右下角這張海報 它就是Pax Christi 所帶在七八年前的一個運動 他叫大家去簽一個和平的宣言 然後他說 take action to end the US war in Iraq 它是一個基督和平運動 但他提出來的訴求是叫大家簽署 去反對美國介入伊拉克的戰爭 這個是一個很清楚是一個反戰的立場 這個Pax Christi很明顯的跟前面的Pax Romana 就形成一種的對比 那如果我們回來看講義 我在這邊介紹那個Rick Horsley這個學者 他今天其實有一點點 從今天的處境去體會到在 2000年前羅馬帝國的處境 他自己發現 他自己做美國人 他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事強權國家 常常採取一種片面線武論 就是去禁止別人擁有核武 禁止別人擁有那種強大武器 但自己卻把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上 那去獨佔世界軍事的主導權跟制裁力量 那過去冷戰時代我們知道 美國跟蘇俄是在比誰核武比較多的 是一種很嚴重的一種的 我們說軍事權力抗衡的時代 等到這個冷戰結構結束以後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美國他跟特別結合英國 形成一種西方的軍事強權的 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這樣的一種霸權 至少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 對這個Horsley來講 他很象徵的好像是 一種類似羅馬帝國的 那個時代的這種結構 那美其名稱為羅馬和平 其實是一種專制的威權統治 那Pax Christi對Horsley來講 耶穌倡導基督和平 則比較主張是愛跟分享 慈悲純潔 醫治整全 是要去讓沒有得吃的人可以得到吃 那些社會邊緣人得到照顧 建構一個新的共享的團契 那所以呢 當代有幾位政治神學家 沿著這樣的一個思考 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 一個小小的結論 在我的西小點 他們就認為說 羅馬帝國這種羅馬和平的概念 可以稱它是一種 love of power 是一種love of power 是喜愛權力 是對權力的愛欲 那基督的和平的概念 則是一種power of love 他用這種類似雙關語的表達方式 那power of love講的是 愛可以帶來改變 那love of power 則是相信權力可以掌控一切 這樣 這很明顯 已經象徵著兩種不太一樣的 權力的意涵 對權力有不一樣的一種詮釋 那我們做這個 簡單介紹這個作為背景 主要是要接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為什麼羅馬帝國 至少在一百多年當中 對基督教採取一種 比較是壓制的迫害的 這樣的一個一種態度 早期雖然沒有那麼嚴重 到後期就變成是用國家的力量 想要去壓制這個基督教 這個新興的宗教運動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有一個年表 會給大家一個基本的簡單的概念 就是早期到後期怎麼發展 我們前面先來談幾個 比較基本的概念 為什麼 為什麼羅馬帝國到後來 會要去壓制這個基督教這個運動 那我這邊在講義的第二頁 整理了四個可能的理由 那四個其實是相關的 有些相關的 第一個是學者最常提出來講的 就是羅馬裡面的那種宗教的概念 在羅馬帝國的概念裡面 宗教本身是被作為一種社會的結合劑 宗教的目的是要讓社會能夠安定 社會能夠擬聚在一起 社會能夠用宗教的力量 來幫助國家安定 合一 讓這個國家有一種向心力 那這樣的概念 很多歷史學家就引用在羅馬作家裡面 常常出現的一個關鍵的用語 就稱它是Pax Deorum 那你看我們剛剛到現在 都出現了三個Pax 一個是Pax Romana 一個是Pax Christi 現在又跑出一個Pax Deorum 那Deorum這個字是從神明來的 Deos Deos是God 那Deorum所有格是複數的 所以這個字翻譯出來就是 Peace of 複數的神 Peace of God Peace of God 所以我把它翻作諸神明的和平 諸神明的和平 那這個諸神明的和平這個概念 一般而言在羅馬社會裡面長久就存在了 就大家如果都能夠好好的去敬拜這些 羅馬帝國裡面的各式各樣的神明 國家有國家的神明 城邦有城邦的神明 家族有家族的神明 個人也有自己個人追求的神明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夠按照不同自己的需要 跟這種devotion 一種的現身 對神明的一種現身 來相信這些神明 這樣的一種神明的世界 就能夠保障羅馬帝國維持和平 所以這個Pax Deorum其實是 你可以說它就是Pax Romana的 背後的一個靈性的宗教的基礎 羅馬帝國一方面用軍事武力 維持表面的和平 但背後它希望的是宗教能夠也鼓舞 促成這樣的一個和平的社會 那很有趣的是 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唯一好像跳出來 拒絕接受這種諸神明和平的 是基督教 那基督教在這當中有幾個面向 如果我們等一下看到後面 第三點 第四點的時候就會發現 因為這個所謂的諸神明的和平 它常常表現出在這種社會的宗教儀式裡面 活動裡面 譬如我們之前談到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它其實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諸神明和平的表現 四年一次舉行這種 為了神明 住在奧林匹克山上面的神明 來向他們奉獻的一種運動會 希望神明可以祝福這個社會和平 或者是在這個競技場 大競技場或者是半圓形的競技場裡面 舉行了很多的祭典 目的也都是希望能夠讓神明高興 然後讓這個社會安定這樣子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基督徒慢慢的對這樣的一種 諸神明的和平採取拒絕的態度 特別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這個諸神明的和平 不只是傳統的希臘羅馬神明 後來又開始結合皇帝崇拜 把皇帝本身神化 把皇帝家族的神明神化 那這個結果呢 就造成基督徒拒絕去參加這些 所謂的比較是公共的儀式 宗教儀式裡面 那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在羅馬的作家的作品裡面 有人控訴基督徒是無神論者 無神論這個名字 聽起來就覺得很諷刺 基督徒有拜上帝啊 怎麼會被批評是無神論呢 那當然簡單講就是 他們不拜傳統神明 那第二個理由是比較 我們之前有提到了 這個第二個理由就是 基督徒被人家感覺是反社會的 是秘密宗教 他們可能做一些反社會 反道德的這樣的儀式 這個我們之前有提過了 我們就比較快帶過 第三個小點 很多人開始發現 到大概第一世紀末第二世紀初的時候 這個慢慢的羅馬的皇帝 開始把自身或自己的祖先神格化 那把羅馬皇帝自己這種皇帝崇拜的做法 很快的普遍在大城市裡面 成為一個盛行的做法 那有學者認為 第一個開始做這樣的一種皇帝崇拜的 可能是卡里古拉皇帝 但是也有人覺得是更後期 那至少很清楚的 在圖拉真 圖拉真皇帝的任內 皇帝崇拜已經具體的表現在他們所建的 很多已經死去的皇帝的紀念詞裡面 所以各大城市裡面都有這些紀念過去死去的皇帝的紀念詞 那這些紀念堂裡面 他要民眾去供奉去獻祭去燒香 所以這樣的一種皇帝崇拜 對基督徒來講當然好像是不能接受的 基督徒認為只有一個主人就是基督 不可能再去拜另外一個主就是皇帝這樣子 那第四點相關的就是 跟這些羅馬傳統神明也好 或者是皇帝崇拜也好 結合在一起的就是所謂的羅馬祭典 那這羅馬祭典通常是在競技場裡面舉行的 那這個藉著這個動物的殺動物 屠殺動物或者是所謂的Gladiator 這些鬥士神勇鬥士的神勇武士的這個 我們台灣翻作電影翻作神鬼戰士 這種的一種禁忌 要來向神明來表達一種的敬意 那基督徒認為這一方面違背他們的信仰 另一方面認為這樣的做法是不人道的 所以就不參加 那所以這些因素整體的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造成不管是民眾或者是地方官 最後甚至是羅馬皇帝 主動的來壓制基督教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諸神明的和平的概念 這個我們看到這是家族的一個神龐 那到處在公共場所都會看到傳統的羅馬神話的故事 在大型的公共建築物裡面 在傳達這樣的神明的這樣的故事 那到後期皇帝本身被 開始被Apotheosis 被神化 Apotheosis就是神格化 神格化的意思 皇帝變成神了 皇帝變成神了 那很清楚我們看到 在大城市裡面 以弗所啦 在這個哥林多啦 在大城市裡面 雅典啦 你就可以看到紀念某一個皇帝的祠堂 就開始被建立起來了 那這些又加上 在希臘羅馬社會裡面 多元的宗教的傳統 有這個托斯萊的太陽神 這個埃及的女神 Isis也是非常盛行的一位神明 那這些都象徵的你敬拜這些神明 每一個人追求的這些神明 會帶著人走向不朽 那在這樣的一個傳統羅馬社會裡面 很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羅馬的一個小山丘上面 就看到他擁有非常多這些各式各樣的 傳統的羅馬大神 各地方來的神明都結合在一個 一個山丘上面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神殿 神殿 基本上這樣的一種宗教形式是一種混合主義 他不會去排斥其他的神明 神明是和平共存的 每一個人可以找到自己所要敬拜的對象 但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帶來一種的羅馬社會的和平 那這樣我給他做這樣的一點點類比 沒有什麼這個連結的意思 就是我們在台灣也有這種 這種paxomana的概念 就是宗教可以帶給社會國泰民安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我們這樣的形式在所有 幾乎世界上所有文明裡面都是存在的 宗教是社會的結合計 特別是傳統宗教 那如果你對傳統宗教有所違背的話 可能就會被認為你會觸怒了神明的憤怒 如果造成這個社會有所不安定有變動 天災人禍發生的時候 可能這些不敬拜傳統神明的人 就會成為社會指責的對象 成為社會指責的對象 所以我們看到 往下看 我們講義往下看就會看到 在這個特別我們先跳到第三小點的看的話 這位第一代的歷史家 他寫了這本書 Ecclesiastical History 教會史 在這本書裡面他就詳細的記載 在每一個皇帝任內 有哪一些人被 哪一些基督徒被迫害 那我根據他的這本書 整理了一個大事記在這裡 就是說不同的皇帝的統治下 好像有一些早期比較是靈性的 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些聖徒 在後來被封為聖徒的基督徒 被殉教 那後期慢慢的會看到 比較大規模的 有系統的壓迫的運動 那這個最早出現 大概第一個故事 是發生在尼路皇帝的時代 我們看到 比較常看到的圖像是像這樣子的 就是在競技場裡面 基督徒有時候被當作戴罪羔羊 或是當作社會裡面的 不合群的人物被送到裡面來 有發生天災人禍的時候 成為戴罪羔羊這樣子 那尼路是最有名的 最早發生這樣的一個歷史記載的 那根據U.C.比乎 最早的皇帝直接出手 這個迫害基督徒就是尼路 那根據這個U.C.比乎的說法 尼路的任內就是彼得跟保羅 這兩位非常重要的早期基督教的領袖 他們兩個都在羅馬殉教 那我們上次看BBC的影片 這位歷史家他是質疑 他是質疑說真的保羅跟彼得 有在羅馬殉教嗎 但這個已經成為早期教會的傳統 彼得當然更有名就是他是道定十字架而始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多米田 圖拉真皇帝任內都有不同的故事發生 像很有名的伊格納修 這是曾經擔任安提亞這個城市的主教的 根據這個U.C.比乎的故事 他就是在圖拉真任內訓教的 波鋁甲是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訓教者 他的故事發生在奧里略皇帝的任內 那後來這個波鋁甲就被以聖徒這樣的一個身份 後來被供奉為聖徒 我們再過幾個禮拜 會介紹這個聖徒傳統的發展 非常有趣的一個基督教的一個重要的宗教傳統 那被迫害的大多數是男性 但也有女性 有女性 少數的女性 非常有名的女性的訓道者的故事 是發生在北非 我在講義的一小點那裡 在Severus當皇帝任內 有一對主人跟他的女仆兩位 這個Felicity是仆人 Pepitria是一位貴族的女兒 這兩個主仆都是初信基督教的 是初信基督教的這兩位女性 那很快的被抓起來 關在監獄裡面 然後等候要送到競技場裡面 去跟獅子搏鬥這樣子 那這故事也非常有意思是 但是後來有人就把他們的故事寫成一本訓道記 那裡面在描寫女性呢 原本女性在宗教運動裡面慢慢發展之後 女性慢慢的被邊緣化 我們再過幾個禮拜也會談到一個主題 就是婦女在基督教團體裡面的角色 但很有趣的是 一旦你成為訓道者 女性也獲得一種特殊的靈性的領導的角色 所以這兩位女性在監獄當中 變成是非常受尊敬的 這樣的一個基督徒的領袖 那這兩位女性的故事 就成為訓道者裡面 也非常有名的女性的訓道者的故事 那今天考古學在推測 這是在加太基 在今天的圖尼西亞的圖尼斯 這就是距離幾個月前我們看到 北非發生阿拉伯之村 那個不太遠的地方 在加太基的地方 在一個半圓形的劇場裡面 很清楚的有挖掘出一些 這個聖徒的墓 所以推測說他們這兩位女性 可能是在這個地方殉道的 那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一樣在同樣在這個 圖拉真任內發生的事情 就當時有一位總督 名字叫做小屁里尼 他寫了一封信給圖拉真皇帝 尋問說我有抓到一些基督徒 我用我的方法處置他們 請問皇帝我這樣的做法 對不對這樣子 那很有趣 我們今天為什麼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這個小屁里尼 把他的書信出版呢 他自己跟他的一個叔叔兩個人 老屁里尼跟小屁里尼 他們兩個人所有的書信 他把他整理出版 所以今天我們才能夠讀到這個當年 他跟皇帝的通信 那小屁里尼很有趣 他就跟皇帝說我怎麼做呢 我怎麼對付基督徒呢 有人控告某一個人是基督徒 我就把他抓來 抓來以後我要求他們 在你的神像前面獻祭這樣子 你的神像就是指圖拉真的神像 他說如果這些人拒絕 在你的神像前面獻祭 我就進一步問他們 他們是不是基督徒 那他們如果連問三次 都說他們是基督徒 我又要求他們咒詛基督 他們又不做的話 我就把他們送去處決 我就把他們殺了這樣子 那另外有一些人呢 經過我審問 他們就坦承說他們曾經是基督徒 但現在已經不是了 我就叫他們在你的神像前面燒香 也叫他們三次咒詛基督這樣子 詛咒基督這樣 那他們如果做了 我就放他們自由 那這個很有趣 這個屁里尼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問這個皇帝圖拉真 圖拉真皇帝呢 後來也簡短的回了他一封信 那這封信就成為一個 有點象徵著皇帝的一個態度這樣子 對基督徒的這個態度 那這圖拉真皇帝寫的信 短短的說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你這樣做處置很合宜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羅馬帝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你不要濫殺無辜 你要小心 一定要查證清楚 不要濫殺無辜 那我們今天至少從這一對 我們說皇帝跟地方總督的對話裡面 可以看到在圖拉真的任內的時候 已經證明基督徒會為了這個宗教身份 而受到迫害 受到地方官員的打壓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再往下看這個年表 這個F點是一個關鍵點 F點是關鍵點 F點在250年的時候 第一次有一個羅馬皇帝 正式下召令 要求行政官員配合 來全面蒐捕基督徒 壓迫基督徒 那這件事情只有經歷了一年多 那因為沒有辦法達到破壞的目的 後來德修這個皇帝就放棄了 放棄了 那這個有很明顯的一個負面的結果 我們等一下最後再一起來討論 那第二次的大迫害是發生在哀小點 就是戴克里先皇帝任內 他也第二次用一種全面大規模 想要迫害基督徒的方式 那他呢一次比一次更嚴重 總共發了三道的召令 要要求行政官員抓基督徒 沒收教會財產 盡可能去把教會裡面的所有的財物 跟他們的宗教用品通通沒收出來 沒收來了以後 那個皇帝有獎賞這樣子 但到後來戴克里先發現 他的迫害行動也沒有辦法達到效果 所以他後來就放棄了 但是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看我這個年表 F小點跟I小點 兩次的皇帝大規模迫害的運動 雖然沒有造成基督教的 這個全面被鎮壓 沒有想到卻產生了後遺症 後遺症就是教會本身的分裂運動 那最嚴重的就是戴克里先這個時候 非洲的一群基督徒叫做 被稱為多納派 救起來反抗 那教會本身就分裂了 那為什麼會分裂呢 很簡單 是因為基督徒對迫害的不同態度 有一些基督徒是非常認真熱誠的 被迫害的時候他們勇敢的殉道 主張面對迫害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基督徒要殉道這樣 不能逃避 但這樣的宗教團體是少數的 主流的教會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反應 有的人會殉道 有的人跑去躲起來 有的人則是會辯解 甚至這個叛教 叛教 那主流的教會 往往在破壞結束以後 這些叛教的基督徒 會回來教會表達悔改之意 那教會後來呢 也接納了他們 讓他們再回到教會的這個 這個懷抱裡面 那這樣的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 就引起了我們剛剛講的 另外這些少數的 非常認真嚴謹的 基督教團體的抗議 他們認為應該只有一種回應 迫害之下就是要殉道 但多數的教會 卻採取的是 願意接納那些犯罪的人 就是所謂的叛教的人 可以再一次回到教會裡面來 這兩種態度的不同 造成教會內部的 這樣的一個分裂運動 那今天的 我今天的這個講義的最後面 參考書目 有介紹一本日本作家 遠仁舟作寫的 非常有名的作品就是《沉默》 《沉默》這本書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描寫叛教這件事情 叛教到底是 是一種懦弱的行為 還是叛教是一個可以 被重新去檢驗的行為 那這個我們 有機會會再來談這個部分 那我們把這個年表 把它很快介紹完 經過這個大概六七十年 搖擺的政策 有的皇帝主張要迫害 有的皇帝用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 不採取主動迫害 那這樣的搖擺的政策 到了君士坦丁的時候 K小點就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那這K小點提到君士坦丁 後來在三百一十三年 就發布了一個米蘭造令 那很有意思 今年剛好是米蘭造令 一千七百周年 一千七百周年 這個東方的教會他們在慶祝這個 一千七百周年的米蘭造令 米蘭造令就是君士坦丁跟另外一個 皇帝兩個聯合發布的 那容許基督徒可以合法的敬拜 他們自己的宗教 容許他們有宗教的自由 那我把剩下這個年表幾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介紹這個戴克里仙時代 就發生了這個很有名的 軍隊裡面有一個軍人殉道的故事 那他根據這個傳說有不同的傳說 一個傳說就是他被綁在這個樹上 或是另外一個說法是 他被綁在一個柱子上面 那被用亂箭射死 表示一種處罰這樣子 那他的這個後來在藝術史上圖像 就被越畫越誇張 我們看到早期後來就畫成像這樣子了 那這個就是象徵的一種訓道的一種精神 那反而是這個右邊這張 Greco El Greco畫的這張 還比較感覺比較真實一點 所以這個訓道慢慢的變成一種文化 覺得說訓道者是很勇敢的 是非常偉大的 那另外一個也是同樣發生在後期的 就是這個很有名的軍隊裡面的軍團的故事 在羅馬十二軍團裡面被發現有一群軍人 自己組成一個基督教團體 後來被抓到四十個人 那這四十個軍人就被衣服拔光 丟在那個冰冷的那個那種零下 溫度零下的湖裡面 那四十個人就通通凍死在湖裡面 這個像這樣的故事慢慢的就被宣傳 被廣為宣傳 在表達一種訓教文化的發展 那同樣的這個四十個訓道者的故事 到後來在東方就發展出很多訓道者的故事 這敘利亞的訓道的故事 那在被迫害當中就出現了基督徒不同的回應 所以我在講義的這個第四小點就談到 基督徒有三種不同的回應 一種就是訓道 這我們剛剛已經介紹了 那第二種呢 則是辯解 那辯解有不同的做法 最有名的做法就是像這樣子 你用錢去買一個獻祭證明 證明說我其實有獻祭過了 羅馬皇帝要搜捕基督徒的一個做法 就是在羅馬的大道上面設立獻祭戰 把皇帝的神像 把傳統羅馬神明的神像放在那裡 要每一個經過的人去獻祭這樣子 那獻祭就證明你不屬於基督徒的群體 那像這樣的一個獻祭證明 你可以看到左邊那張 有兩個人見證人簽名說 我證明這個人已經到獻祭戰裡面 做了獻祭的行動 那這也是一種辯解的方法 我不一定要公開背叛基督教 但我去買一個獻祭證 為了要維持自己的安全 那這樣的做法 我們就看到引起了基督徒不同的回應 那殉教的人被認為是非常勇敢的 那辯解的人當然受到譴責 但主流教會對辯解又願意悔改的人 採取的比較是接納的態度 反而是少數堅持殉教是唯一道路的人 會對辯解的人採取批判的態度 那我最後一個小點介紹完 第五小點就是慢慢慢慢你看到 殉道的故事就越來越被誇張化 宣染化 所以殉道的故事到後來 很多就那個情節就越來越神奇 所以早期的作品可能比較可信性比較高 後期就帶有一種傳奇故事的感覺了 那我剛提到這個一個戲劇性的轉變 就是君士坦丁 那他在313年發佈《米蘭照令》 給予基督徒的宗教合法的地位 那個照令寫得非常簡單就是說 任何羅馬的臣民都可以自由的信奉 從彼得以來所傳的這個基督宗教這樣子 沒有人可以因為這樣的一種信仰 來迫害他們或是去排斥他們這樣子 那問題是說他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戲劇性的轉變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就是 就是尤西比烏寫的 就是說他在一場非常重要的戰爭的時候 他跟另外一個皇帝的候選人 在戰爭的時候 他在這個梅爾維安橋的戰役 根據這個傳說 他在天上看到了一個記號 然後下面有一句拉丁文說 以此得勝 那個記號其實是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是一個十字架 那一種說法就是說那個是一個 兩個字母就是基督的最 耶穌基督這個基督最早的兩個字母 XR這樣子 那總之呢 這個君士坦丁就採取了這樣的一個記號 作為他軍隊的象徵 那也在這場戰爭裡面得到勝利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當然就引發非常多的討論了 這個到底這個君士坦丁是不是認為 基督徒已經可以成為他的助力 那作為一種政治動機來接納基督徒 或者是君士坦丁本身已經有一種的 基督教的信仰的因素在他身上 這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認定 那總之結果是很清楚就是 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迫害到這裡 就幾乎到達一個階段 當然還沒有完全結束 後來東西羅馬帝國還有最後一場戰爭 那等到君士坦丁真的得到勝利 成為全羅馬的皇帝之後 我們看到真正的基督教的一個 新的時代才來臨 那我們最後看幾張圖就是我後面沒有 今天沒有時間談 但是我們下禮拜會做一點補充 就是聖徒這些殉道者 很快被變成是聖徒 一種我們說不幸的後遺症就是 這些聖徒慢慢慢慢的被變成是崇拜的對象 他們留下來的遺物也好 他們的墳墓也好 都成為是基督徒尋求這種靈感 尋求這種特別神奇的力量的一個源頭 所以我們看到到中世紀 這個慢慢的遺物崇拜就發展出來了 我擁有彼得的牙齒 我有保羅的頭髮 我有這個某某聖徒的身上的某一些骨頭 東西都變成是好像有一種神奇力量的 這樣的一種的遺物這樣子 這個發展是很不幸的 那我們後來看到在中世紀 它變成是一個基督教的一個重要的宗教傳統 我們再過幾個禮拜會介紹這樣的一個傳統 我們做這個點兒 我們坐下的嘉賓 聽說聲音樂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叫聲音樂 它們就是在寶寶ных 誰吃了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